大家好,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到世界,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,天赐的声音三发布宣传海报,胡彦斌,评傻,稳居C位,看周深都说了什么话。 近日,天赐的声音三发布宣传海报,五位常驻音乐合伙人和主持人陈欢都出现在了海报上,我们看到五位常驻音乐合伙人分别是胡彦斌,张绍涵,胡海权,周深,盖,主持人是陈欢,节目将于3月11日开播,很多网友看到这张海报总觉得有点不合理,六个人并排而立,那么中间两人是C位,所以胡彦斌和张绍涵是C位。 但是六人中,主持人明显就是多余的,按理说,主持人一般不会跟导师一起出现在海报中,就像好声音每年都有导师的宣传海报,可华少从来不会跟4的导师一起出现在海报上,所以去掉陈欢,实际上C位是胡彦斌,节目组为了给张绍涵一个面子,硬是把陈欢塞进来,让张绍涵也成为C位。 所以从这张海报来看,节目组将胡彦斌放到C位,难道他的乐坛地位最高吗? 首先可以把盖排除,他作为说唱歌手,在说唱圈有一定地位,但在天赐的声音这样的节目中,盖的咖位就不如胡彦斌,张绍涵他们了。 所以他在最边上很合理,如果不看陈欢,跟盖一同处于最边上的是胡海拳,这就有点不合理了。 很多网友都认为应该把周深和胡海拳的位置对调一下,让周深和盖形成对称,处于最边上的位置。 因为两人在另外三位歌手面前,毕竟是后辈,然而节目组却让胡海拳处于另一边,边上的位置。 可见,在节目看来,胡海拳的分量似乎不如周深,如果比较两人的人气热度,胡海拳确实不如周深。 不过也可以理解,羽拳解散,力量就削弱了一半,实际上不止一半,因为我们都知道,在羽拳组合中,陈某人才是关键。 各方面的能力,陈某人都要比胡海拳出色,组合的大多数歌曲都是陈某人创作的。 现在胡海拳一个人单打独斗,力量削弱了很多。 所以,以胡海拳今时今日的咖位确实比不过胡彦斌,张绍涵,可能连周深都比不过。 稍微有意义的就是胡彦斌和张绍涵,这俩人不用说,一定是五位常驻音乐合伙人中咖位最大的。 节目组让胡彦斌做了C位,估计张绍涵的粉丝都不理解。 凭什么呢?要论曾经的爆红程度,胡彦斌远远比不了张绍涵。 要知道,张绍涵可是青春歌手,给80后90后两代人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,而胡彦斌就没有达到这种程度。 事实上,胡彦斌从来没有大红大字过,他当年出道的时候在乐坛闹了点动静,但不大,不足以影响几代人。 不过,有一个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,虽然胡彦斌的巅峰时期不如张绍涵,但他没有经历过低谷,一路走来稳步前进,在终生代歌手还是具备一定影响力的。 而张绍涵毕竟过去了很多年,即便后来因为参加《我是歌手》翻红,还是远远达不到曾经的火热程度。 再加上张绍涵不会创作,就更不能跟全能型音乐人胡彦斌相比了。 所以胡彦斌稳居C位,其实整张海报基本没什么大问题,胡彦斌确实应该在最中间的位置,只有周深和胡海权,两个人对调一下可能更好。 不管周深现在有多火,毕竟是后辈,尽量靠中间的位置让给胡海权比较好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,敬请关注。